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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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去量化的 因為最後怎樣執行 還有保險股聽多少呢 都是不知道的 但是一定是聽上來都只是你膽 我從來都是站在小股東的角度 又令我覺得 我又不明白 爺爺想搞什麼 如果一個行業出了很大問題 當然要保障投資者 或者買保險的人的權益 當然要出招去管制 但你問我內地的 可能大家比我更清楚 我未在內地買過保險 但至今是不是出現很大問題 我又感覺上不是 如果現在都是主力在催谷經濟 如果那些行業沒有大問題的話 不需要太過嚴謹 亦都不需要在現在這個市況之下去收緊 因為大家都知道 早兩三年除了疫情之外 包括教育行業 平台行業 收緊政策 都是其中一個因素 令港股這幾年是受到很大的壓力的 如果剛剛看到政策上好像轉了一些風 支持民營經濟 我要刺激經濟 再加上9月24日說有五千億 是借錢給你買股票 你給我感覺是你想支持股票市場 從而剃造財富效應 去吹高經濟的 但突然間 你又這樣出來的話 那你不要想我怎麼看 我馬上看到的就是中人壽跌7% 那你怎樣才財富效應 那如果你今天搞得這個人壽的話 那平保也會出現的 你搞得這個 你記住裡面的東西 你多些投資 中生特尊 多些去幫出口企業 你要這樣做的話 其實內銀壓力就更大 那你搞得一下 其實這樣就比較麻煩一些 但怎樣也好 針對這件事情的話 中場市可能是好的 令到那個監管更加完善 我都很難說下去了 但是問題就是 我投資 其實這個保險很簡單的 你交了保費 我就用你的保費做投資 希望我就在投資裡面 拿到6厘 然後我給你紅利就4厘 中間我代2厘 是這樣的情況的 所以應該是根據 當時的投資環境 他覺得什麼是最好的 他就投了 是不是?我覺得債券最好的 我就投債券 那你沒得 不要說衛逼了 你沒得建議我投中生特尊的 這些是比較高風險的東西 那我做保險 是不是應該買得保守一些呢? 保障我買了保單的人 是一定有得賠的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傾向 這個是一個利淡消息來的 第二就是 你說要守著一些風險 做得更加好的風險管理 他們不斷就做了 這兩年的保險股 中人壽那麼慘 不是因為這件事而已 我講過了 因為中國國債的息太低 所以阿爺是令到保險股 之前3.5%紅利的不能賣 接著三厘的紅利不能賣 因為很正常 你投國債你拿兩厘一 你怎樣保證 買了你保單的人 紅利會有三厘三厘半呢? 你爆了煲的 就搞到阿爺 所以就甚麼都不給賣了 但問題就是 你甚麼都不給賣 那他怎樣做生意呢? 那你見到上年 那個新增業務價值就低了 還有上年 一些免費健康險都不行 不要說我下山三千前 因為今天比較緊張一點 但我想說的就是 當你對那個行業越多滯爪的話 其實就未必是個好事來的 但怎樣也好 剛才也提過 比較之下的話 我都會覺得是 上個星期 比如說中人壽 都跌了7% 那我覺得來算 那今天可能都是 歷史都是差一點 中人壽的14元 其實是不是真的 還有太大的空間呢? 就算如果是的話 那你找阿爺 他自己摧毀的本身升得不錯 那我自己就說了 我自己說二三一八的 那現在甚麼價位呢? 看看先 不算太差了 我們都是45元買 現在輸的五毛錢而已 所以我們so far 部署就沒有變了 不過信心指數呢 就要看看 剛才所說的那個抽禮 是怎樣落實了 第一 如果你是之前高位賣的 45元是指善的 那你先踢頭 不要那頭輸完那頭又進 我怕你左右兩巴掌 好了 那頭贏完的 剛剛才只賺的 那你都不要那麼急 來 原本我們的說法呢 就是 我之前 我認的 之前的說法呢 是50元可以買的 但是當你的位置破了位之後呢 其實我都說到45、46元的了 這個是 做了兩個星期所說的東西 那都是輸五毛錢 至一個半而已 未至於止善 也都未需要自斷陣腳的 那如果你還沒買的話呢 我就建議看定點了 看看這幾天 可不可以在44元附近 因為呢 22號的低位呢 44.3 今天的暫時低位呢 就44.4 如果真的44元附近 是見到的支持了 那大市又好像沒什麼大問題了 那這些位置買下去 就會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我建議你就 剛剛才沽 就再看一兩天了 ETNET 專業版HV2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